拍甚麼? 拍你 背部有甚麼好拍呢? 拿來看看 嚇不嚇不嚇? 嘩,你的鼻孔拍得這麼大? 你的鼻孔是大 再拍一張 你的鼻孔挺好 回到車頭上 錯,這麼說話就告訴你老婆 用甚麼秘技? 人爭必經的階段 樓下的義工 就是跟她的阿公阿婆認識 你有沒有去認識? 我不用去認識? 你怎麼這麼說 寧願一起面麻煩 不想各自在間 君子之教子人所難 懷念你 這次我們拍攝MV的時候 就是選擇去用一個微電影的形式 去做這件事 拍MV之餘 也可以拍一些比較有故事性的故事 去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 表現孫子和公公之間的關係 是有點像我和公公以前 我小時候的一種心態 因為以前小時候 不是很懂得特別 太過去尊重公公 或者不會覺得公公是一個長者 因為其實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很friendly 所以可能很多時候 我都會偏向 有機會 很容易會過火 說一些說話 但是到了現在 即今時今日 其實開始明白 公公 他這套關心我的模式 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我現在是很幸運 曾經和公公有過這種爭執也好 直至到現在 可以維持到這種close的關係 但是寧願一起面麻煩 不想各自再加 是很幸運 是很幸運